里面那个没有跪下去 所以今天神要的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祷告 所以假冒为善的人也会祷告 而且很会祷告 很会装出祷告的样子 这是神不允许的 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是怎么祷告呢 爱战战会堂跟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似乎好像自己所做的 没有人看到 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如果这样我们在拜神的世上 我们会达不到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既然我们是拜神 是对着神的 神是看着我们的内心 祂知道了解我们一切的所需 所以这边提到说 不要故意叫人看见 所以今天要骗人很容易 但是要骗神就骗不到 我们常常会被人的外表给欺骗 所以有人说知人自面 但是不知心 很多时候经过一个外在的包装 带个面具 表现良好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 但是神穿透一切 祂了解我们一切 内在所想的一切的东西 所以可见今天的祷告 我们不可以像假冒为善的人 不能说里外不一样 变成了两面人 也不可以在做很多的事上 都是故意叫人能够看见 这是第一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来看第二个部 请看第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都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下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注目的教会 突然一个外教会的目道者 来到教会 当然后来我们非常的好奇 你怎么会运他到真耶稣教会来 他说他在过去的教会里面 他的压力很大 什么样的压力很大 祷告的压力很大 我们到外教会 祷告有时候很长 有时候一个小时 他们会接力祷告 那轮到你的时候 你要祷告 你要想出美丽的自己 这个华丽的原语 所以他觉得别人的祷告 怎么这么美这么好 轮到他的时候 他压力非常的大 我们可能很难体会 外教会很会做悟心祷告 那很多的人 当然祷告久了 把这个祷告词 背得非常的熟悉 借着华丽自绩的包装 来做祷告 很美的自聚 所以他觉得说 我能不能到一个教会市 不用那么辛苦的祷告 我要拼命的想 我只要真诚的 来到神的面前 把所有的需要 带着诚实的心 来到他的面前 我听了好感动 感谢主 你来真一书教会 我们无心祷告 这个机会不多 我们的祷告 直接对神 他听了非常的感动 在那次的祷告 他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 不要讲很多重复的话 我们不需要不断的装饰 我们祷告的内容 因为我们的祷告的对象 是神 不需要经过你的包装 你只要把你最真诚的部分 带到他的面前 这是他所期待的 所以圣经在第八节说 你们祈求于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都父早已知道了 有些人就问 如果主耶稣早就知道我的想法 我们干嘛还要祷告 信心加上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也知道神 他知道我的需要 但是你要付诸你的行为 借着祷告 借着恳切 代表你完全专属于他 你完全的臣服在他的面前 你承认自己的需要 承认自己的不足 你高举足的名 当何时软弱 神就在那边来彰显 他的能力跟恩典 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 两个不要做的事 我们来看 祷告中的两个要 我们请参考第六节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要关上门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祷告 虽然很简单的形容 但是我觉得里面 确实非常的深入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 很大的权力 我们就是在无时无刻 我们只要愿意 我们都可以邀请耶稣 进到我们的内屋 来向他祷告 你今天要去见总统 有办法吗 要议约 对不对 我今天要见一个大官 他哪有时间见你啊 但是主耶稣 他是天上的神 他也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有一份权力 无时无刻 什么时间 你要见他 随时都可以 带着虚心 切灭的心 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这个祷告 我们是要懂得交托神 不是交代 也不是报告 而是表达内心当中 最深最深的需要 在这边提到 进内屋的祷告 其实我过去 对这一段的经文 我只认为 反正进内屋 就是安静祷告 一直到有一次 我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有一次 我刚好休假回去 我们传统都是礼拜修 我现在是住在 苏林的三家 是跟我的岳母 住在一起 我太太的外婆 还在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休礼拜一 三家教会 刚好在那一周 有灵恩布道会 那休假在家里 刚好一大早 就接到电话 是祝母传道 打过来 他说 好高兴 传道你在家里 我说是啊 你今天要来访问阿嬷吗 我说欢迎 欢迎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到 看看时间 我们还有两家 我看你们排第三家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一个小时后 我想应该是很充裕的时间 那一个小时要做什么 当然打扫 有水果就切一切 整理一下 那没有想到 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突然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叮咚 当下真的是捏一把冷汗 我一打开 我传到他们来了 我说等一下 再等个两分钟 再两分钟 请问这两分钟 你能够做什么 水果端出来 还有呢 把所有客厅 比较脏乱的 没有折的 没有洗的 垃圾 丢到哪里去 丢到内屋里面去 后来呢 把它锁起来 喷个香水 就打开门 那后来一房主一进来 不愧是传到的家 真的有基督的香气 我心中觉得很纠结 心里面觉得很不踏实 还有传到就说 可不可以参观一下房间 我说抱歉 房间是我的内屋 所以我跟我的太太 可以享用 其他人不可以进来 我就反说了 后来在这件事情 我重新去思考 什么叫做内屋的祷告 今天我们要邀请主耶稣 进到我们的内屋 什么叫做内屋 内屋是我们最隐秘的地方 也是我们最真实的地方 是没有经过包装的 可能是最丑陋的 可能是内心那个 最自私 最误会的 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总是摆在内屋当中 我们与人的相处 总是呈现出 刻定的状况 是修饰过的 是整理过的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请看马太弓的第十八章 马太弓请看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的第九到第十四节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这边提到法利塞伦跟瑞利的祷告 那法利塞伦的祷告是怎么样呢 仗着自己是一人 藐视别人的祷告 而且法利塞伦是站着 自言自语的祷告 他怎么祷告 说别人的不是 法利塞伦并不是感谢神 而是在祷告里面 去数落别人的缺点 他说 主啊 我不像这个税吏 勒索不易 奸淫 我不像这个税吏 那接着呢 主啊 我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 十分之一 我都有定时遵守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 模式 就是客厅 经过装饰的 经过特别加工的 这就是法利塞伦的祷告 我们来看瑞利的祷告 他是真实的进到内屋 所以圣经说 他是远远的站着 举目望天也不敢 垂着胸说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这就是进到内屋里面的祷告 所以今天主耶稣邀请我们 进内屋 关上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要懂得进到自己的内屋 这个内屋是 别人不知道的 我们身边有太多的秘密 是不轻易让别人知道的 一旦知道 我们会受伤 但是主耶稣知道 你不说 他也知道 他要邀我们邀请他 进到内屋里面 来祷告 真实的面对 自己 真实的状况 来面对神 我觉得这个祷告 是真诚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后面 比较性的祷告 主耶稣会比较听 哪个人的祷告 圣经说 顺利的 这是主耶稣 亲自比喻的祷告 所以可见 今天要的祷告 不是客厅的 不是经过装饰的 包装的 而是 他要的是 我们内屋的 第二个 关上门 今天的祷告 关门非常的重要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你的祷告的门 不关 一闭眼睛 哇 开始想起 昨天的事情 一闭眼睛想起 哇 这个到底晚餐 要去哪里吃 这个这么辛苦的 这灵恩会 可能都吃不太 也吃得很好 我们突然想说 哇 这个可以 这个慰绕一下 可能妈妈就在想 晚餐去哪里 订餐比较好 孩子说 哦 好不容易 最近父母亲说 灵恩会不可以打电玩 好不容易要解禁了 哇 也开始幻想着 想起了很多的事情 可能我做一些投资 想起的是 投资状况 现在怎么样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门不关 我们的心总是在外面 所以今天 关门非常的重要 只有你跟神之间 没有任何的杂物 只有你跟神之间 表达自己的需要 承认自己的软弱 没有包装的 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在祷告会最后 我想讲一则见证 我上次也提到 我得圣灵的经历 那是一个刻苦铭心的 所以我总觉得 信仰里面 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每个人的信仰 经历都是非常的主观 是透过我们外在的学习 从听别人的分享 更重要 直接来自于神的启示 来自于神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每个人的信仰的经历 都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经历 复制 贴上 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你个人 有自己的自由 一致 那我的信仰是这样 我记得在从小 就是对这个信仰 就是跟着来信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个很大的 说我一定要求圣灵的想法 我记得是在国一的时候 我是原属在成功的宗治教会 以前成功跟宗治是合并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合并 有时候人都快要一千多位 这个祷告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祷告结束沙哑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成功地区 这一个港中 就是新港国中 我记得鼎盛时期 一千个学生 两百多个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在学校 哈利路亚可能都是信徒 所以一听 灵恩会期间 只要是沙哑的 都是真教会的信徒 那感谢主 在国议的时候 在灵恩会 让我对一个印象 非常的印象 这个事情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学弟 在那时候的祷告里面 他得到了圣灵 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得圣灵之后 传道已经敲钟了 孩子一直在祷告 都没有停下来 后来传道就直接在他头顶 跟他讲阿们 结束祷告阿们 后来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们想说这小朋友怎么了 我们是哭说 怎么祷告这么长 膝盖痛死了 他到底在哭什么 后来传道就问他 原来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后来传道听一听 可以鼓励很多 还没得到圣灵的小朋友 所以他就到前面来做见证 他就在见证 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在祷告 他下定决心要得到圣灵 那祷告的时候 他是闭眼睛的 可是非常的奇妙 他却看到前面的祷告的状况 我想这在异象里面看得到 他是闭眼睛的 他却看见了前面祷告的状况 那祷告当中 他就看见很多人很破碎祷告 传道也很用心的 在帮忙按手祷告 那之后他就看见一个天使 拿着一个大印章 那天使就一直寻找 祷告认真的小朋友 后来到那边一听一听 好像很认真 好像又灰心 又不认真 又到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旁边 注意听 一觉得这个小朋友 祷告很认真 天使就拿这个印章 盖在额头上 这个人就受圣灵了 后来几次他看见 好多人都受圣灵 他心中非常的急 他说主啊主啊我要盖印章 我要跟他们一样 我要盖印章 到后面 准备要结束祷告了 天使就到他那边 垂听他的祷告 后来就在额头那边 就盖了印章 他就得到了圣灵 得到了圣灵 那时候我听这个见证 我心中感到非常的激动 他可以 我要求到圣灵 所以记得那时候 隔了一年 准备要参加 圣灵礼恩会之前 我就下定决心 我不求到圣灵不行啊 我这个信仰 我从小没有证据 我必须能够来求证 我自己的信仰 我记得在礼恩会前夕的 那前几个礼拜 我几乎放学 我就到我家的楼顶来祷告 有时候三十分钟 一开始有跪电 我说是不是主耶稣 看见我跪电太舒服 我说不用跪电 痛死了 一个小时 整个圣灵都扭曲了 怎么祷告 还没有得到圣灵 就是这样 又参加玄灵 因为从第一天 一直到最后 我几个好朋友跟我讲说 我们都要结束 都还没有得到圣灵 我们帮你祷告 就在祷告时 不到三分钟 我就说圣灵 我记得那一天 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很兴奋 很激动 我想说 真的有天 我好想进天国 后来真的睡不着 半夜又起来祷告 没有办法压抑 我辅导也说 该睡觉了 该睡觉了 我记得睡到一半 睡不着 我又跑到厕所去祷告 怕什么 好怕灵眼突然没有 圣灵跑掉 那种对圣灵的那种渴慕 那种圣灵同在 好像不要轻易 让圣灵流失的那种 很强烈的想法 我记得一大早 早祷会的时候 以前都是 漫不经心的 来到前面祷告 当这个主理人说 好 赶快没有得到圣灵的 来前面祷告 就从后面 第一个冲进来 我好想马上得到认可 传道人说 我已经得到圣灵 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很期待 我们的小朋友 待会儿 我们要把握机会祷告 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们祷告的机会不多 把握机会 祷告的方式 非常的简单 进内屋 我们有什么事得罪神 得罪人 还是最近讲了一些 不得体的话 不孝顺父母 这个都要依赖悔改 当你的祷告 达到神的面前 祂知道你一切的需要 不戴着面具 我想神会催听 我们的祷告 好 我们要祈求圣灵的 接受按手的 我们就请到前面 一起同心 跪下祷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